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各位 我今天因为星期四晚有点事要忙 所以延迟到今早早就要跟大家见面 余氏我文依旧是讲奇形怪状古灵精怪的东西 首先道歉 大家等了昨晚 不过我已经叫肥仔燃发通告 不知道有没有做到 不过希望大家见谅之余 听听今天这个新一辑的余氏我文 新一辑的余氏我文是讲怪兽 这个世界我们讲每一个文化 每一个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宗教 都有他们的所谓奇异的现象 这个是与地理与生活与历史与文化都有关系的 例如在中国 中国地大 所以各地方的神奇的动物 都很多很多 如果它在沙漠地区 沙漠地区有它的古灵精怪的怪兽 和幻想的物 所谓奇幻的物 fantasy 的动物 或者植物 在万物有灵论里面 它们都是精灵来的 也有一些 因为它是古灵精怪 所以西方人 用了一个特别的字眼 来描写它们 譬如叫它做monster 一个奇异的怪兽 这些奇异的怪兽 当然这些区别于 加禽 加速 或者是常见的动物 这些不常见的动物 必定有它的不同的传说 有不同的传说 都因为有不同的文化 今天我呢 就准备讲 两个不同的文化 底下的 所谓奇异的动物 第一个呢 我想说呢 我们香港人 叫做人头马 人头马呢 就是 是 当年是一只 Blandi的牌子 那一会儿 我们会讲到 为什么 走呢 会是 用到这个 这样的标志 是 是有联系的 那 王瞻先生呢 就说 人头马一开 好事自然来 那 这个呢 是他一个 相当有创造性的 廣告术语 那当年呢 是 风波一时 好了 我们讲讲 人头马呢 这个 这样呢 在 历史上呢 为什么会形成呢 那么 最初呢 这种 在 人头马呢 出现的地方呢 是 森林 那么 在马格尼西亚的群山之中呢 出现的 一种 奇异动物 他的奇异主呢 就是 他上半身呢 是人来的 而且 在 很多图画上呢 都发现呢 他是 男性 他的 空肌呢 哦 相当 厉害 看到 雙手呢 那个 老鼠仔呢 焚起 不是好像我们那样瘦 是 恐武有力的 一个呢 男性 但是他下身呢 黏住 不是 人的 雙腿哦 很对不起 中间呢 因为呢 有少少技术上的问题呢 就 嗯 有一个停滞 不过我叫 肥仔燕呢 把他搏回来 那么 大家呢 可以看到 这个 全部了 那么 那么 说到人头马呢 他下半身呢 是一只马来的 你知道呢 在古代呢 没有汽车 人呢 是靠 马 纯服了的马呢 来代步 那么 马 被奴和雷呢 撞见 跑得快 又被牛 牛虽然撞见 但是他跑得不快 那么 其他呢 那些马不骑得的 是难纯的 是 落不了他那个 口枯 就是咬不到必的 所以呢 所以呢 只有马 是可以 馴服之后呢 听人的 坐骑 之上呢 的 骑士呢 指挥 用姜城来指挥 所以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步 54分之后 直到19世纪 一时间 被他肯定飞 排名汽车前呢 东西方呢 都是靠 马 来去 代步 人頭馬是人頭人身 而是馬的四肢 更加表現到他是一個很矯折的人 或者怪物 這種野生在森林上的所謂人種 他們都是靠捕獵動物去維持生命的 很多人就用科學的解釋 就說人頭馬並不是真的有人和馬的合體 而是很遠很遠見到一些這樣的騎士 或者是愛族的人 凡是愛族他就叫萬方 騎在馬上高 將他在視覺上合體了 就變成了現在所謂的人頭馬 這個傳說合理化和邏輯化 或者將他的故事變成現在人的理解 所以當然失去了神話傳說裡面的優美的地方 好了 講到人頭馬 是雲女神的和國王 那位叫做伊克西雍 發生了關係 而產生了 我們中文叫做葉總 那葉總一生出來 就古靈精怪 那媽媽呢 就棄置了他 給人頭馬的馬的神 叫做郭蓉 那女兒 撫養成人 就後面成了人頭馬的祖先 但是這樣出來的小孩 野性相當大 他不像人類那樣 是有溫情 有理性 有其他的做法 變成他時事很粗暴地去干預其他人 包括有一次他參加婚禮 在婚禮裡 他做了一件非常粗暴的事 就是他喝醉酒 喝醉酒之後 他把婚禮的新娘 和伴娘 和其他的女奔 俘虜了過來 搶為自己的女神 這件事呢 是會引起極大的不安 那男家呢 當然不肯放過他 那其他的伴娘的男朋友 或者其他賓客的丈夫呢 都群起而攻擊之 就是和他作出一場史前無禮的大戰 而且呢 是拼過你死我活的 在這一場的大戰裏面 差不多呢 人頭馬呢 是打敗 然後呢 是拼逐 很幸運走掉了一點 那 說呢 後來呢 那些人頭馬呢 就變成了呢 另外一個很害怕人類的族群 所以呢 很多時候呢 說 這個人頭馬呢 他們是在山林居住的時候呢 是很少出來接觸人類的 因為他恐懼 他害怕 他曾經呢 他祖先呢 被這個人類呢 打敗過 那什麼人可以打敗他呢 歷史上呢 很多 神話上有很多記載 是 總之呢 人頭馬呢 是在那次理規之下呢 是 不夠打的 那說到人頭馬呢 在 很多 神話小說 西方文言小說裡面都有 那剛才說 他跟烈酒有沒有關係呢 剛才呢 就是 這個烈酒引致到 人頭馬 失勝 不能夠 自律 不能夠 控制自己的一種 故事 其實背後呢 的意義就是 雖然 酒 是一個人類 發明的 很好的飲品 令到他的精神呢 狀態可以一陣 但是呢 喝得多並不是好的 喝得多呢 可能會引致醉 你醉的時候呢 就會呢 將 內心的殘暴 動物性 一一呢 發出出來 在這個時候呢 就不是人性來的 就是動物性來的 這些動物性呢 可能很大的 做到社會上很大的災禍 或者破壞 有失人論 那這個呢 也是要特別警戒 因為 喝酒呢 不能夠呢 過份 過涼 那 自古呢 很多 中西文化的 詩人呢 或者是蜜客 他們都喜歡酒的 譬如呢 我們中國宋朝 這個歐陽修呢 他是很喜歡酒的 那 醉翁亭記 就說呢 醉翁之意 不在乎 酒 不在乎呢 杯中文 在乎 山水之間的美景 那當然呢 很多人去 喝酒 都不是 因為 酒 而是 因為呢 跟他在一起的朋友 使得呢 大家 知己呢 可以唱譚 所謂 酒奉知己 千杯少 如果說不投機呢 是對啦 不住 半句都多 好 那 人頭馬呢 還有一點點題目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人頭馬呢 是 傳說上呢 是很英俊的 而且呢 身形是相當之美的 那所以呢 他走起來呢 奔跑起來呢 還有呢 作戰起來呢 是很受到 其他人的 歡迎 而且迷惑很多 女性 那這個呢 也是呢 西方人頭馬呢 的特點來的 好了 今天呢 希望啊 肥燕呢 我們的technician呢 還有將兩段 撕起來 那跟大家呢 分享 下一回呢 我們講講另一個 西方的 也是 的 神怪 fantasy 奇幻的 動物 這個動物呢 叫做 巴吉利斯克 是一條蛇來的 是 仍然呢 我們講說 是 最好 最厲害的蛇王 不是我們香港吃蛇的蛇王 而是呢 真是呢 西方傳說裏面 其他蛇不及的 可以稱王稱帝的蛇王 那 一會兒呢 再跟大家見面了 暫時呢 休息一會兒 很多謝各位 並原諒呢 我們遲了這個節目 好 多謝